不过早在大陆中央下令开放之前 就已经有人看好新疆的观光商机了 他出钱买下一家私人牧场 50年的开发权 短短4年全部回本 5年让他进账上亿元 当时在他发现私房经典的司机 现在变成了总经理 也是新疆人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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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新疆第一滩五彩滩的传奇人物 黄海荣 人称黄总 不过熟识的官员都叫他小黄 传闻中靠天然美景名利双收的人 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 也是站在这个地方的 因为这一块左右全部都能看到眼下 过去黄海荣是个司机 他自己买了辆车跟旅行社合作 专门载着游客到处玩 七年前他带着四个加拿大籍的香港人 来到这个朋友的私房景点 哈萨克人放幕的草场 我一个新疆的孩子 我看到这种地方 我都觉得是一种好像那个 一种视觉的冲击真的 哇 这么漂亮 颜色这么丰富 而且他们也特疯狂 哇 更不管我 其他下次就到处去拍 让人惊艳的景色叫亚丹地貌 那是大漠狂风 毕竟亿万年打造出来的奇岩怪石 这在新疆并不是唯一 特别的是 隔着一路流向北极海的俄尔基斯河 另一边是葱绿清脆的白华林 每每在买天晚霞的映照之下 更显得五彩斑斓 他有一个朋友 他说 哎呀 这么好的资源 这样不去圈起来的话 真的是一种浪费 真的 说着无心听着有意思 我们也就随时随时开玩笑 我说你们把它圈起来保护一下嘛 到时候我过来给你们开门 一句玩笑话几个月后竟然成真 加拿大籍的香港画家何志阳 真的租下了这个连当地人 都不知道的荒山荒地 打算开发成风景区 由他自己设计规划 然后交给黄海荣来执行管理 最坏的打算就是 即使游客不捧场 那就当自家的后花园 事实证明美景不寂寞 2005年秋天开始 每到夕阳西下的黄昏 五彩滩总是挤满了人潮 到目前为止最高纪录 一天可以挤进3000人 被游人封为新疆第一滩 即使是受到了气候的影响 一年真正能做生意的时间 只有两三个月 人民币1500万的投资 四年回收 而当年的司机小黄 已经是总经理 五彩滩成为小黄生命中 最美丽的意外 别在恩人真是这样 他把我处理提高了一个 境界吧 等于算是我一个人身不转车 反正真的 五彩滩我对他是一个感情 天安的景致在经过香港人 开发城观光景点之后 不但让一个问奖 变成了总经理 同时也让五彩滩 所在的这个边赛小城 换了一心 当初没有人要的放牧草场 租用50年只要几百万人民币 五年下来 光是门票收入就进账2000万 而且还带忘了布尔金的旅游产业 你现在打过好多游客下去以后 下去要直奔五彩滩去看 看了五彩滩 傍晚了 看完晚霞 五彩滩的傍晚是最漂亮的 坐在布尔金县城 那你把一点也拉动起来 现任科纳斯景区书记的康健 就是当年促成五彩滩开发的旅游局局长 说起了这个头子案 他可是很得意呢 现在布尔金的GDP超过四成 全都是来自观光旅游 布尔金是非常漂亮的地方 不光仅仅是哈纳斯五彩滩 我们也是想着就是招大商 招金商 招些像我们那个五彩 他那个何志阳先生 那些比较有远见那种 而至于初前的何志阳 从绘画跨入了休闲产业 挽出了兴趣 到处游山玩水开发新的景点 明明是个水库经过一番改造 放上自己的雕塑作品 最喜欢的灯塔 打造成北疆海岸 而且还在广东买下了另外一个景点 而其他的商人也跟着动心 像香港人就投资了人民币一亿 要在克纳斯山下 贾登玉盖五星级的饭店 几个台湾人也计划投资 八千万人民币 在布尔金要一个湖中岛盖别墅饭店 只是花钱买下好山好水 想靠一座山一个弯 一个景点来发观光财 做不起来就当自家花园来欣赏 这种豪气跟运气 可不是人人都有的 好 我们来看看新疆的地理位置 它是大陆边境线最长的省份 长达有五千四百公里 跟外蒙 俄罗斯 哈萨克 吉尔吉斯 塔吉克 克什米尔等国家接壤着 地理之变让新疆的边境贸易 特别的发达 大陆透过新疆向邻国输出民生物资 再从这些国家采买石油 铁矿砂 钢材和天然气 新疆这几年每年进出口总额超过200亿美元 八成都是来自于此 不过想要赚中亚五国或者是俄罗斯的钱 真的必须要富贵险中求 中天新闻记者汪彦超 姜明珠 来到了距离哈萨克 只有12公里的阿拉山口这个地方 以及500公里外的乌鲁木齐边境宾馆 就是要带您看看大陆人怎么赚编冒财 下午四点阿拉山口客运站 醒目的红色公车蓄事待发 即将搭乘的几乎都是外国人 当地商家私下管他们叫做毛子 这班国际公车每天早上十点半的时候 会从哈萨克斯坦开到这个阿拉山口岸 然后在下午四点半中准时再开往哈萨克斯坦 而车上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来这里 采购日常生活用品 从洗衣粉 卫生纸 木地板 电视机 就连桶装水都有 除了自用之外 多半都是要带回去做生意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跑单帮 因为从阿拉山口到哈萨克德鲁巴 只要12公里 一张票人民币50块 另外再根据不同的行李量来加价 至于要加多少 没有秤 完全靠目测 这个老兄带了好几大啤酒 被收了超重行李费10块人民币 不过还是很划算 因为这些看似简单的民生物资 到了哈萨克可是很抢手的 就算是泡面也不例外 它肯定加四倍的价钱来 比方说这个面呢 比如说这一桶面在我们就是 批发的话就是40块钱一桶面 一箱 一箱 要到那一百块的话 肯定就是一百多 一百多 就成倍的翻好几倍 可能就是一百八一百九 一百八一百九 哈萨克的国民所得是大陆的两到三倍 对他们来讲 没得令China的东西价廉物美 更重要的是 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 轻工业始终没有复苏 仿制塑化日常用品需要仰赖进口 新疆和中亚五国山水相连 少数民族和这些国家又语言相通 因此大陆各类商品自然也就成了首选 乌鲁木齐的边疆宾馆 原本是新疆军区的司令部招待所 现在是最大的边貌集散地 一千多个商铺 销售各式各样的服装 鞋帽和家电用品 不过他们只跟毛子做生意 其他人谢绝参观 特别的是每家店都拉上门帘 尤其是服装鞋袜大楼 厚厚的布帘是每家店的基本配备 在这里不走进别人的店里 是基本礼貌 有事情就在外面聊 这些一间一间的小商铺 他们做的都是对外贸易 不要看他们店面小 其实要如何确保样品的独家 很重要 商业机密相当关键 老板 来看一下鞋子 拉上门帘谈生意 这是保护商业机密的基本步 河南来的侯老板 卖的鞋子有一部分是台商做的 才会破例协助我们拍摄采访 而这栋楼一间一间 像教室一样的商家 专门卖宴气跟灯饰 尽管这些商品仿冒并不容易 不过店家照样挂上门帘 专门替中亚设计的商品 只给卖家看 四川来的都老板六年前 跟着姐姐来到新疆创业 他刻意把货利说得很保守 毛子一件商品赚五块美金 他只赚两块人民币 所谓的薄利多销 倒是这些年来 中亚采购商络绎不绝 边疆宾馆每天都有数千个客人上门 一年卖出四十亿人民币的货品 造就了不少有钱的老板 而且生意的模式也不再像以前 像开杂货店那样 客人要什么就卖什么 而是已经走向了专卖 产品设计还会跟着客人的喜好走 像蒸汽熨斗的气孔 要有民族的图腾 就连内裤都不例外 非常喜欢穿这个 有弹性的莱卡 95%名 5% 莱卡 俄罗斯人 中亚俄罗斯都喜欢 他喜欢内裤上有标记 对 中亚男性喜欢在内裤的左下侧 搞个国徽或是老鹰 或者在重要部位画上尺寸 而蕾丝半透明的女性内裤 在俄罗斯最畅销 他们喜欢休闲话 喜欢运动话 所以说别看内裤 他们要求还挺多了 黄青从事边境贸易已经18年了 当年他放弃上班族的生活 从福建武夷山 带着10万块人民币闯新疆 现在已经成了边貌的内裤大户 每年可以做将近2亿人民币的生意 而且还投资其他事业 担任福建商会的副会长 只是这一切得来并不容易 收出去的账款收不回来 然后还九七年还招过一次土匪 抢到家里来 这都是很不容易的 然后被骗了 被偷还惹了一场光丝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黄青是边境贸易成功商人的缩影 曾经也有台湾人加入新疆边境贸易的行列 卖小家电小商品 不过现在都已经相继退出 这两年受到了金融风暴的影响 加上天灾人祸 中亚买家又开始转望其他省份 直接到货品的原产地采购来降低成本 如今想要在新疆靠边境贸易支付 难度越来越高 诡决神秘的北韩 今年面临金正日宣布接班人的新局面 中天记者冒险深入距离北韩最近的辽宁丹东 带回第一手的观察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